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温度大概在有风的地方零下七八度 刚才在推特上有朋友说 说北京这两天给冻泥沫了 冻虾米了 这回可给冻虾米了 因为暖气都没有了 在这地方在北美各家暖气都是自己家 每个家庭自己控制的 在北京还属于集体供应 3月15号就给你掐了 下薄子 下刀子也给你掐了 原来是说11月15号来暖气 11月20号没暖气 就说这意思了 故事不一样 活的方式不一样 那在管理的环境下 人说是有条不紊 实际是掐死你 在管理的情况下 表面上说叫有条不紊 实际是根本不信任你 动物园里都是管理的有条不紊 因为管理的是动物 而在正常的社会呢 他人是首要的 尊重人是这天地间第一要命的 所以在美国你看有人拿枪杀人 那么多人去呼吁要进枪 本身是错 对生命而言 这里面是值得探讨的 菜刀能杀人 你禁刀吗 说新疆在禁刀 新疆为什么禁刀 说新疆人杀人 你告诉新疆人杀人 就说这意思了 是你杀了他啊 对吧 刚才刚刚看是河北市场 一个老板开了一辆路虎 撞死了八个人 伤了两个 到他到老板的地方强拆去了 爷们开着路虎急了 撞 撞死人 那你们家把路虎也给禁了 人不能把自己当成尊重的生命 人们只把自己当成一种欲望的放纵的工具 那就这样咯 所以我跟大家讲过 我说 利益之上人是极端下贱的 这下贱不是我骂你 你不配我骂 下贱是你的行为 你对自己的认识 你对自己的生命的体会 就叫下贱 完全是你做的 跟我没有一根毛关系 一根毛关系都没有 所以生命的认识是最关键的 没有生命的认识 一切都瞎扯 那天气异常 这叫真正天气异常啊 这种天气异常 你可以在整个北半球 人主要居住的地方 在北半球 北纬二十几度 到四十几度 到五十度吧 大概这是人聚集最密集的地方 北京的纬度 跟纽约的纬度 跟纽约的纬度 巴黎的纬度 伦敦的纬度 基本上都在一个纬度上 在一个纬度上 而北纬三十几度 忘了 这个纬度的概念 在地球上有着很多特异的地点 特别的地方 是这么个说法了 东京什么都是在这个纬度上 古巴比伦的沦陷 古巴比伦的消失呢 有一些预言中说 就现在的北京啊 纽约啊 就这样的城市 类比成当原来的那个古巴比伦 和未来人的灾难会怎么样 那人的说法 那是预言上的说法 这东西就是这样的 预言这东西呢 人们都去传递它 就像我说的 你媳妇明天把他出轨了 不管是出柜了还是出轨了 你今天能证明得了吗 对吧 这就是现代科学最可笑的地方 最可笑的地方 可是今天的人呢 却拼命地往里钻 为什么挣钱呢 好 他也是站在今天的角度 去推想着明天他挣钱 窝头翻个个 你陷了大眼了 陷了大眼了 生命不是这样的 也是在下雪的时候 中午的时候有朋友在推特上 发了个推文 发了个私信了 说涛哥 我成为你师弟 我一个人在 只是我一个人在悄悄在练功 他说我今天打坐呢 打坐 双盘打坐 出现个很特异的现象 他说原来他只打坐 一个星期前只能打35分钟 他说我现在今天我能打到50分钟了 我们练功的规矩呢 师父定下的规矩起码打一个小时 当然 因为修炼的师父讲的道理太大 太大 猫不着边儿 所以在练功本身上呢 有着师父很慈悲的一种要求 就说看你具体时间了 这个朋友 年轻的朋友 这二十几岁 大概两三个月前开始跟我说 陶哥 我愿意称你师弟 我还问过他 我说你知道是怎么回事 他说大概知道 所以今天他给我发短信是因为 他说我刚才打坐出现了很特别的现象 他不明白为什么 他说这地方两枚之间发紧 他揪的他呀 说不上来 然后他里头是有个黑洞 黑的 他说有个黑洞 往里揪 他说 陶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 没遇到过 揪的他有点 他说有点晕选 就是有点晕呢 因为那个力量就很大咯 好来我跟他说 OK 我就跟他发短信 我就乐正好拍完今日点击 我说你回去就看师父的书第二讲 他看完 他就赶快翻了 翻之后 哎呀 这是讲的天目了 二当神的 让他自己讲的 我说如果再谈到修炼问题 我个人没有资格回答你 你自个看书 你是我个人的师弟咯 你的师父也是我的师父 我没资格跟你解答修炼的故事 我个人也是这么过来的 我只能说 我听到你这么说呢 和感受呢 我个人很欣慰 我说你只要这样坚持下去 你就会发觉你自己生命的那一份至尊 那一份真正的只有你自己知道 道理很简单 当他发生了这些事情的时候 他没办法跟别人分享 他要有女朋友 他也没办法跟他女朋友说 我拉着女朋友 咱俩一块你看我这有多紧 他分享不了 对不对 这就是我跟大家说做梦的道理是一样的 每个人都做梦 都不能跟这边的人分享 如果真的像医学上说的 做梦就是大脑皮层你哆嗦 哒哒哒哒哒一哆嗦 那你一块跟你媳妇一块通电一块哆嗦 弄那个脉冲是一个脉冲 一块哆嗦不就完了吗 就一块做梦了吗 肯定如果他说的是因为大脑的皮层那么哆嗦的话 一种物理疗法的话 你就跟你媳妇一块哆嗦多好啊 不愿意找媳妇找女朋友一块哆嗦 你女朋友现在在巴黎呢 你在这儿呢 你想拴着她趴她去搞别的去 说今儿晚上三点半咱一块哆嗦 把时差算好咯 神经病吧 这东西用学吗 不用啊 这东西不用上大学学 越学越瞎咪 我没埋在大学 我读书 我上学学了二十多年 学了二十多年我才有这个体悟 好 所以那个朋友呢就很感触 他就说 他自己很感谢 就说师父对他的关照了 因为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而修在自己 公在师父 这就是师徒如父子的父跟子之间的关系 我现在能理解到浅薄的关系 那就我个人我也跟大家 我跟朋友讲介绍我说 我个人可能就是这么一份使命 你根本没必要去感激我 你跟师父之间的这种缘分 对吧 我个人如果做不好的话 我个人这还瞎咪了 如果你能感受到 你一个个体的人 你原来从来没接触过 你在这样的远隔万里的背景之下 在根本就不能见 没见过面的背景之下 你有这种切身的感受 和内在心理生命的改变 那一份东西 不是跟每一个人的灵魂是一样的吗 它不是这边肉体的接触 它是我们灵魂的交往 有人说 原来有朋友跟我说 我跟你是神交 神仙的神 神交 就是说 大家没毛过面 但早已相识 早已相知 我觉得是有这个成分 确实是有这个成分 而在今天的环境中 我在节目中一再抨击的 就是进化论和无神论 一再提醒大家 就是这东西对人们的伤害 这个朋友讲的故事 他刚才切身的体验 刚刚一个两个小时之前 他的切身的体验 在验证着人自身的感受 那我问朋友一个句 无神论 进化论促成了人们对肉体的极端的一种崇拜 欲望的崇拜 今天眼前站着一个女孩 眼前站着一个男孩 我想问你 你说他有没有可能 他的灵魂就像妲己一样 是只狐狸 黄鼠狼 蛇 乌龚 你说有没有可能 我相信你不敢说 对不对 我相信你不敢说 那东西是一样的 那东西跟人做梦是一样的 你就是真正在做梦 但你没办法睁着眼去给他扒出来 说我把这梦给扒出来 你扒不出来 中国拍了八遍风神演绎 而这八遍的风神演绎 你查吧 他就说 谁演的狐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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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只狐狸 对不起啊 这个不是说那些演员就一定是狐狸 他非要这么放 谁演的达基 谁演的达基板是谁的 达基板是谁 你抽羊鸟疯 这人就疯到这份上 好了 这达基站你面前 你说他是狐狸 你说他是女人 周王把他当成女人 对不对 能够抽死他的女人 他抽得他愉快 他死了 是不是抽死他 但他是女人吗 他是女娲派下来的狐仙 所以看问题 当你站在无神论的进化论的角度 人的利益的角度来讲 他是个女人 他是一个让你遇先遇醉的女人 换个话 换个现在就是男的 男的也是这个 就是什么 公狐狸 我说这样公狐狸 吴公 那吴公 情是男的 听到原来说法 情是男的 那你看到就是这块肉咯 那今天进化论无神论的人 就是这么个看点 对不对 那如果从生命的角度 就跟你说了 他不是人 他是只狐狸 你就骂我 神经病啊你 他是只狐狸 他要不是狐狸 他不会给你整的那么爽 谁家娶个媳妇 如果要是那样的话 老爷们稍微明白点的话 你不害怕呀 你养得起吗 非常通俗的话 原因就是太多的人 根本就自己沾身这东西 自己又没能力面对 自己又脱不开 自己又往里整 自己又知道 这是件麻烦事 而你能沾上的原因 就是你今天被灌输的 无神论和进化论的观点 促成了你离不开 舍不去离不开 而你人之初性本善的 你的善良的一面 又知道这东西是麻烦 是不是 就像我刚才说的 你媳妇如果这么玩 你在家里 你能扛得住吗 他出门 你能把得住吗 他就来干这个的 抽完了你抽他 你他不抽 他活不了 所以这是我跟大家讲的 讲这东西啥意思 这就是我们身边 而这身边的意思 我昨天前天节目说 我共产党不是政党 共产党是魔鬼 是一样的 搭击是女人 你就把共产党当成政党 搭击是狐狸 共产党是魔鬼 是生命 如果这你还听不懂 那就活该 我跟你讲活该 遇见男的也好 女的也好 不抽死你 对不起你 抽筋扒皮 从里头扒了你 今天是到这份上 人也就活到这份上 也就走到这份上 我个人觉得呢 也就变得很无奈了 所以川普出现的概念 非常的震惊 但非常的直接了当 昨天我们跟大家说 他加了一千亿 加了一千亿 结果中共呢 据说要奉陪到底 奉陪你个大头鬼呀 奉陪你个大头鬼呀 他拿什么东西奉陪 我跟大家报个数 大家就知道怎么回事 昨天呢 我们连续讲两期 有关这个中美 所谓中美贸易战 特别是晚上呢 川普呢 突然增加一千亿 我也跟大家讲了 我说 川普加把劲怼死中共 怼死中共 会能怼死的 怼死的原因就是 他没东西 这东西不能这么打的 所以我讲 为什么我不明白 为什么习近平 拿出了老炮的赌博的方式 那是胡来的 那到底原因在哪 从国内的宣传的角度来讲呢 盯在了爱国主义的角度 但是很明显 川普才不管你什么爱国主义 不爱国主义呢 跟他没有个毛关系 他就忘死了怼共产党 这是他真的 他的道理很简单 他说 我要为我美国人服务 那你共产党就是跟我势不两立 跟我势不两立 我在今天另外一期节目中 我跟大家介绍过 我说你注意到 美金的美元上 印着引告的为Trust 讲述着里面的人物 都是美国 美利坚合众国 见证时的 他划时代的人物 在今天中共人民币上 我见到过的马恩列斯毛 就这几个 对不对 马克思200多年前创造的理论 造成了这200多年屠杀生灵巫术 恩格斯是他的搭档 列宁 列宁在1918100年前 建立了苏维埃 第一年他杀了10万人 斯大林是大家公认的 上个世纪的屠夫 公认的 毛泽东 毛泽东杀人杀了他们的总和 那前面那些人加起来 都赶不上他杀人的数 没上人民币的 邓小平杀人 江泽民就更绝了 江泽民直接屠杀的信仰者 邓小平杀的是学生 那一个国家的学生 年轻人 这是国家的未来 那江泽民秉承邓小平之意 杀的是修炼的人 把修炼的人杀了 然后把干脾肺挖出来卖了 接受他这些器官移植的人 是今天中国社会的普罗大众 但是你说是普罗大众吧 一任何一个器官都要几十万 他一定是在邓小平理论下 那些有条件赚了钱的人 而毛泽东的年代 文革的结束 在文革他死之前 用了十年的时间 摧毁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有形物产 庭堂庙宇全都拆了 古人留下来的字画全都烧了 是吧 这是今天共产党传卖下来 传卖下来的东西 而共产党另外一个绝乎 最绝的东西 全杀自己人 杀自己人 杀自己本国的人 苏联杀他苏联境内的人 罗马尼亚杀罗马尼亚自己的人 对不对 这个柬埔寨杀柬埔寨人 越南人杀越南人 朝鲜人杀朝鲜人 中国人杀中国人 那才邪了门了 你稍微明言你就知道 就为什么 他一定杀自己国家的人 而是以自己国家的名义去杀人 而在人民币上 登出来的 就那照片就是这群杀人的人 以人民的名义 杀掉了所有人 而在美国的美元上 登出来是 in God we trust 美国人没有人不爱钱 没有人恨钱 恨钱怎么活呀 但是美国人 每一个任何一个人 拿到了他一块美金 1000万美金 10个亿美金 他都在提醒你 你记住 你今天拿到了钱 是神的庇护 而在中国 你挣一块钱 你挣100块钱 你挣10个亿 10个亿 他告诉你什么 你记住 一定杀死中国人 这就是生命的 完全不同的两个对待 在钱的一个点上 没错了 这边讲的是神 他这边讲的是人民 但是杀人的 所以这是今天地球上 真正生命对立的 两个对立的阵营 绝对对立的 中国共产党 一定是美利坚 合众国的 天生的敌人 是指共产党 是美利坚 合众国的 真正的天生的敌人 在这地球上 我没有看到 也可能我孤陋寡闻 我没有看到 任何其他的国家 在他货币上 因声 因告的为 没有 当然我去的地方 不够多 我没在欧元上看到 我也没在马克上看到 拿过马克 欧元 法郎 瑞士法郎 英镑 我们都没有看到过 但美元上有 最质朴的 最简单的 最普罗大众的 最每一个人都接触的 它一定是最大的礼 这个礼是天礼 在天的眼睛里 人是平等的 在天的眼睛里 如果按照人的贫富贵贱 美貌虚荣去评价的话 那是魔鬼 那不是天 是这道理咯 所以这是今天 我们看到中美之间的冲突 这是真正真正的 正邪的较量 所以我说 习近平玩老炮 硬赌 那如果赌徒硬赌的话 他是不是真的要把共产党整死 堵死 我昨天已经说 我怼死他 那期节目 时劳news刚出完怼死他 非让共产党非死不可 非死不可最近就是死了吧 非死不可 这回真死了 我跟你说一个数 你就知道这个问题了 美国 我查的是美国政府的 应该是美国政府的 这个世贸组织的一个记录 正式文件 2016年 美国跟中国之间的贸易往来 贸易往来包括进出口额 它是总额 贸易往来包括双向的进出口额 也包括货物的出品和服务费用 和服务产业 它是双 它是两样的 所以你记住啊 进出口额加在一起 然后加上出口实物货品出口 和包括一些服务出口 服务出口 你比如说劳工了 对吧 这服务出口服务性的 2016年 6,485亿元 出口 美国出口 1,698亿 2016年不到1,700亿 这是服务跟货物总和 进口4,788亿 那美国出现的贸易逆差 3,850亿 2016年 目前 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它的总体进口额 货品 不包括服务 它的总体的这个贸易总额 5,782亿 那在这个概念中 出口 2016年 美国向中国出口 1,156亿元 从中国向美国进口 4,626亿元 美国出在货物上出现的贸易逆差 3,470亿元 我刚才已经在这个 我刚才已经给大家贴上了这个 就是我弄的这张图片呢 弄的这张图片 就是他的网页上截出来的图片 这是美国政府的数据 所以大家明白了 我昨天说了 习近平拿出500亿 500亿 等于是2016年的 45% 你要惩罚他 那今天 川普又加了1000亿 一共加起来1500亿 你2016年 都不够这个数 让我说对了吧 你兜里就30块 他拿了3万块 他下柱子 压了300 你兜里呢 还一开始先下了5块钱 后来加到10块钱 然后你说 少跟我来这套 就跟钱 少跟我来这套 我今天全压进去了 你吓唬川普 他是吓唬大的 他知道你有多少钱 这个数 美国人算这数 是按这数来的 你共产党宣传 给老百姓宣传 就不敢说这数 你只说了一个500亿 你没敢说 那占了你正个 从美国进口的45% 会掐死你自己的 这能这么打架吗 所以我说这是赌徒啊 但习近平为什么这么赌 这是个问号 因为这么赌的原因 一定堆死共产党 奉陪 陪你个大头鬼 谁拿什么赔呀 你媳妇只有一个 你拿什么赔 你说你拿什么赔 这不胡说吗 是不是 所以这是 大家这个数 这是2016年 2017年可能数就 他不会差到哪去嘞 不会差到哪嘞 你再往上加一千 你真的跟他加一千亿 你都不够数 我没跟你说 胡来这是 纯粹又是胡来 那我相信朋友要知道这个 要明白这点的话 你就知道今天中国输定了 这是输一定会输定了 这没什么可讲的 这没什么可讲 那这件事情呢 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很大 整个欧洲 其实整个全球都在探讨 川普为什么这么做 俄罗斯的一家电视台叫TVC 播了一个专家的评论 那请来一个在俄罗斯非常有名的中国问题专家 汉学博士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亚洲学院的主任 这个人叫马斯洛夫 这人叫马斯洛夫 马斯洛夫做评价的时候呢 他上来讲说 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刚刚开始 美国一定会打下去 而中国是不得不继续下去 他第一轮的交锋 不能仅从数额大小来判断 这刚是开始 而中国希望知道的是 美国发动贸易战的决心到底有多大 这是三号 这是前天的前天的报道 那我相信 如果他现在今天看到这个 就是今天看到现在这个故事的话 那我相信他已经 他肯定不会这么评价说 美国决心有多大 川普手里有那数 你打满打满算 我美国向你出口 只出口1200亿 对吧 我现在已经打到1500亿了 你跟着我盘走吧 我相信王岐山也玩麻将吧 刘鹤也十五长的屁壶吧 推倒壶对不对 那你推倒壶也好 屁壶也好 一条龙也好 你碰对的碰死了也好 没关系 但这一锅 你要玩一锅的话 这一锅就1500亿 你们家连这一锅都怼不上来 你家里的家门那都怼不上来 对吧 这是问题了 你跟人玩不起的 大家不在一块上呢 所以那我想说 这应该就 如果到了今天 他一定不会说 中国人看美国人决心有多大 他不是决心 今天川普落在实处上 美国一定要达到自己的目的 因为他们的贸易顺差达到了至少4000亿美金 我们刚才说了 是 如果按照 我们刚才讲按照2016年的数呢 是3850亿 所以这个数是准的 400亿 川普无法再容忍下去的是 中共靠着这些贸易顺差 正在收购美国各个领域的企业 在未来有机会可以控制美国的关键物资领域 所以川普的做法不仅仅是 做个样子发动贸易战 根本不是 根本不是 他说中国的投 中共的投资只会集中在能源和基础设施两个领域 那如果对比俄罗斯而言 俄罗斯根本就不是 俄罗斯根本就不是像美国那样对中国的意义重大 那阿波罗网站登了昨天的一篇南德一志报的报道 说中美全速对撞 它是以社论的方式出现的 川普对中国产品加征惩罚性关税 他的目的不是为了缩小贸易逆差 目的是为了动摇中共统治的根基 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当到位的评价 昨天节目中跟大家分享了三十年前 川普的对有关美国的价值观的概念 非常清楚 而那个时间应该是苏联刚刚崩溃 东欧联盟崩溃 那从现在来看呢 我们知道他一直小心地把习近平跟中国共产党分开 而习近平却在自己境内呢 偏偏一定都要以共产党的名义出现 这是相当逆反不正常的事 而川普却是以迅雷不羁掩耳之势 根本没有任何考量在打共产党 而打共产党的本身是以国家的利益角度出发的 可是没打他的时候一定把习近平摘开 这是很有趣的 很有趣的 川普的惩罚性关税对中国未来的攻击 就是中共的根基 中共政权的执政合法性 我跟大家讲怼死他 真能怼死他 他只要真的往下走就怼死他 只要川普兑现这1500亿 就即刻很短时间怼死共产党 国内会出现巨大动荡 习近平只能借这时候放弃中共 这是他唯一解码的 美国的真正目的是促使中国经济全面开放 让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获得平等待遇 而对北京而言这是错误的时间点 中国企业正在依靠国力抢占全球市场 而在国内它却筑起了贸易堡垒 国内市场真正贸易保护者是中共政权 他说在这个背景之下 习近平想寄希望于中国制造2025的战略 而川普要打碎的就是2025战略 正好跟他是对立的 那习近平现在的说法 一切都是站在共产党的基础上说的 2025对吧 站在共产党的角度去说2025 恰恰是今天川普最不能接受的 他要摧毁的就是 他要被他摧毁的就是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 所以这是一个完全对立的场面 那习近平也就反过来 是习近平不能再借助共产党如何如何了 在习近平的眼睛里 有他一个时间表 有他算计的方式 这是肯定的 那我跟大家说了 马恩列斯毛到邓到江都在杀人 确实习近平没杀人 川普也确实把他跟共产党分开 在打击的过程中 可是习近平在国内呢 偏偏又在以共产党的名义做事情 有他自己的算法 但是他自己的算法 他自己的时间表 他不一定是天定的 老天爷不听你的 老天爷要听你习近平的 陈小鲁就不在那时候死了 陈小鲁的死是对希望体制的提醒 老天爷不听你的 天意没在你手里 你只能顺你 你只能顺你 对吧 有人说陈小鲁 我看那个 说陈小鲁大便死了 然后竟然网上有评价说 搭便不要时间 上厕所不要太使劲 放你个驴儿屁 这是医生的 你说谁 哪个医生说这话都是屁话 可以不使劲呢 今天有一个算一个 你问你自个儿 那东西要能随你愿 那才斜了门了呢 那东西要能随你愿 办哪医院都得关门 你大便都不能随你愿 大便不使劲 谁说这话 你问他使不使劲 那说的话 科学的话 听起来有道理 都是灭绝人性的 有被生命本身常识的 是不是 没跟你说读书 哎呀 糟蹋 糟蹋人呐 共产党框架下读书 糟蹋人呐 习近平的2025的战略核心 在医药科技 飞机制造 芯片制造 电动汽车等十个行业 取得全球领先地位 全球领先地位 香港 澳门 香港澳门跟深圳 弄个过海大桥 对吧 造了个人工岛 人工岛那头上呢 有的应该叫 防水堤呀 防水堤呀 那个堤坝下面应该是 它是坡下去 里面放上那个 都是水泥墩子 是防止海水冲刷的 对不对 顶头上那部分 全都冲没了 对吧 苹果日报的记者 用那个无线的航天飞机 给拍下来 问他怎么回事 怎么吹牛皮的都有 怎么胡说都有 胡说的吹牛皮的 它关键的一点就是 都不要负责任 谁盖的 今天共产党 中国盖的 盖的你们家船头 船头都抹没了 就你这还领先呢 对吧 这你这还领先呢 我相信唯一能领先的 都是下三路 唯一能领先的 就是下三路 那东西你一定能领先 因为只有高级动物 会把它崇拜成顶生的 没有任何生命约束的 因为高级动物的概念 就是对人的本质的 基本品质的 人的品质的伤害 中共当局为这一领域的研发 提供了慷慨的补助 开发银行及各基金 提供相应的优惠贷款 要是自主技术开发不够 还有输千亿资金 用来购买国外的技术 你知道有多少从中偏钱挣钱呢 太多了对不对 所以没项目能挣钱吗 有人说现在不敢了 没什么不敢的 一带一路是习近平拿出来 对不对 孙政才从中拿了十个亿 在香港养女人 这是大家公认的 你知道那是一个孙政才 拿出十个亿 你知道在全国范围内 一带一路都带在哪儿去了 你知道吗 买的什么东西你知道吗 他习近平要知道 就不会把王岐山 给定到这位置上 什么意思 他没有贴心的人 就用手指头算 就算出这么几个 他要有贴心 那官员要听他的 他不会用蔡奇 顶在北京城的地方 让他翻个个 献个大眼 谁都明白 那个活干的不是人干的活 但蔡奇对他真忠心 你说害的他吧 你可千万别喊 你不让他喊吧 不是这么回事 让他喊吧 也不是这么回事 那蔡奇见个金三胖 离这老远不敢 过去先鞠个宫 你有病啊你 我跟你讲 他蔡奇在那鞠躬 是因为习近平把他骂傻了 习近平把蔡奇肯定给骂傻了 他当着习近平的面 不知进退 他不知道该怎么做 能对了习近平的心思 这就是他手中的人 他没人使 所以一带一路吹牛皮纸吧 那整个的概念就是 在逼他放弃中共 逼他放弃中共 他说而欧美 而中国资本在欧美市场进行收购 几乎不受限制 而欧美企业在很多行业 要进入中国市场呢 就必须以合资的方式 那中共政权的做法受到了挑战 两大经济势力进行对撞 那倒车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那也就说 肯定是死磕了 那肯定是死磕了 这是德国之声跟俄罗斯的 两个学者 另外一个人呢 是当年尼克松成立的 叫国家利益中心的国防研究主任 哈瑞他在福克斯新闻网写了一篇文章 他提到说 大家川普的作为 所作所为 说明川普接受了美国国家安全界的很多人的一个共识 中共绝不是美国的朋友 他一定是政治经济和外交的敌手 中共一定是美国的敌人 中共一定是美国的敌人 没有任何退路的 所以这是他这篇文章的中心所在 川普尽管在过程中遇到巨大挑战 但川普对抗中共是绝对对的 不管中共采取什么手法 川普一定打到底 中共跟美国之间没有什么共同点 没有共同的敌人 贸易也不是他们共同的利益 而是他们冲突的源泉 根本原因就是共产党存满 那这篇文章里根本原因就是共产党存满 我也写的 真是真是天灭中共的过程了 然后他回忆了从中共建政以来的整个过程 当时美国人把共产党称为叫红色中共 中国或者叫共产主义中国 那一直延续过来 而当年美国人之所以参加了韩战和越南战争 都是为了阻止共产党蔓延 他实际都是为了跟中共作战 这个大家就明白了 因为文章是这么介绍的中美之间的冲突了 很多东西我们都跟大家介绍过了 他一直一直到了南海问题 台湾问题 核武器问题 地缘政治问题 所以他列数的全方面列数的各个角度 列数出来 中共政权只能是美国人民的敌人 而永远不会是朋友 周末愉快 我们不知道周末会发生什么 周末愉快